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464集 唉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我就不劝你了 那你明天上午有时间的话 就来一趟灵异部门 专组的人想和你商量商量行动计划 行 我知道了 明天我一定过去 随后 张凡又和李主任寒暄了两句 便把电话挂了 他挂断了电话 楚湘红再次看向他 张凡啊 你真的要去啊 张凡又是重重点头 下一刻 边见楚湘红喃喃自语 哎呀 可真是难为我的孙女了呀 什么 哦 没什么 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楚湘红再次叮嘱 时间不长 冯丽荣和楚心已经把饭菜做好 众人边吃边聊 但是 大多数聊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家常 总而言之呢 张凡在楚心家里面吃的这顿饭 还是吃得普遍高兴的 吃完了饭 张凡便直接回到医院里 进入到黄青云病房的时候 发现黄青云和他母亲都已经睡着了 所以他也并未打扰 直接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第二天一早 张凡早早醒来 在医院里面吃了早饭 跟黄青云道别 便直接去了平山市公安局 然后 在李主任的带领下 到了专案组里 张凡刚一进门 那坐着的两男一女便站起身来 这三人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张凡见过的专案组的三个人 组长萧冲 一身皮衣 长相甜美 身材高挑的段凡凡 最后一个便是初次跟张凡见面之时 便和张凡发生过矛盾的韩宇生 来了 张先生 萧冲主动和张凡打招呼 张凡淡笑道 是啊 萧组长 而后又和段凡凡 还有韩宇生互相点头示意 啊 那你们聊 我就先去了 李主任说完 便退出了专案组的办公室里 我听说打担消息的人死了 众人坐下 张凡看向三人询问 文言 三人脸上都是浮现出了一抹沮丧了 萧冲率先点头说道 哎 杂志降这一脉 实在是太难对付了 对了 张先生 想必李主任也跟你说过 有关这个案子的情况 除了知道一个地址之外 关于案情咱们是什么都不清楚 到了那边也还要先了解案情 这渣志降那么厉害 所以这次恐怕是九死一生啊 萧组长 我很清楚 我今天过来就是打算和大家一起去的 我如果不想去啊 我就不会来了 萧冲三人互相对视一眼 都是微微点头 而后萧冲又说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情况 这鬼师发生的具体地址 是平山市卫县 大阳镇马脚村 听到萧冲的话 张范眉头一跳 危险 大阳镇 这不是那个阳间阴差 把那诡异的棺材送给自己 那老七头的家乡吗 这是一个主营棺材的地方 张先生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我前些日子 刚刚去过那个大阳镇 你接着说吧 哦 之前咱们那个队友 加班成一个普通人 去的这马脚村里面打探情况 目的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但是却还是被杀了 我是这么想的 咱们也没必要假扮了 直接过去就调查这个案子 反正咱们一直在民处 咱们抱团在一起 对方反倒不敢轻举妄动 到时候也会有所忌惮 我同意你的意见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段玲玲和韩宇生 也是紧跟着说道 好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明天咱们出发 大家伙也没什么意见吧 萧冲扫看了眼众人 继续询问 看来啊 他也是一个急性子 众人听了 均是微微摇头 就在这时 张凡的手机响了 他拿出来一看 是严冬打过来的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个电话 没事 你接吧 张凡冲众人点了点头 便走到了一旁 把电话给接通了 喂 严冬啊 怎么了 小凡 老鸡头送给咱们的那个棺材 又出现了上次那样的情况 似乎比上次还要更加严重 屋里面的水管都被冻裂了呀 行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去看看 说完了 张凡便挂断电话 看向萧冲说 萧组长 我还有点事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只先走一步了 没事了张先生 你忙你的 对了 明天早晨 咱们九点钟 在这个门口集合 你看行吗 可以 我一定准时过来 张凡应了一声 便出了专案组的办公室里 跟李主任简单道别 出了公安局 打了个车子 便去了严冬所租住的地方 刚下电梯 便看到严冬和方言 每人穿着一个大羽绒服 抹着鼻涕 正站在屋门口的 张凡深切地感知到 这次比上次严重得多了 上次楼道里面 虽然也有良意 但是却绝对没有到了冰点 而此时 楼道里面差不多 都已经是零度以下了 小凡 张先生 看到张凡下楼 严冬和方言 急忙都走了过来 什么情况啊 还是上次那个情况 就是比上次要严重得多 咱们继续看看吧 严冬停了 便打开房门 这门一开 便能感受到一股寒气 和阴气扑灭而来 这气息里面 似乎还夹杂着小冰渣 而且 眼前好像是仙境一般 根本就看不清楚 屋内的场景 此时的张凡 正穿着一个短袖 若不是有真气护体 就刚刚那么一下 张凡的皮肤 应该就会被冻裂的 张凡摸着黑 靠着直觉 朝着棺材的方向走 张凡 把距离棺材 最近的一个空调打开 跳到最高温度 寒气被驱散了一些 张凡 这才看清楚了棺材的模样 此时的棺材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智隆机 源源不断的寒气和阴气 正从棺材里面飘出来 只见 张凡双手搭在棺材盖子上 这时候方言也是凑了过来 如同张凡一般 也把双手搭在棺材盖子上 两人互相的对视了一眼 嘿 而后 两人口中同时传出了一声宝盒 四只手 一起用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我们下期间 明镜与点点栏目